最近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收官 剧中极大的还原了大唐的盛况 不仅孵化到十分考旧 唐朝长安的四方街头 各种小吃 各种职业 都生动地在剧中展现出来 给剧迷们呈现了一幅大唐盛世图 成为了今年口碑极佳的影视作品 《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 也带热了一批取景目的地旅游 成为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匹黑马 这里就是热播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一个拍摄地 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就是非常经典的 在剧中的一个西式大门那个场景 这部剧热播之后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 到这里参观游览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 到这里参观游览的游客 必须身着古装才能够进来 让你有一种非常特别的 能够身临其境的穿越质感 记者发现不少剧迷们慕名前来 还特意穿上了古装 我很喜欢那个雷家英跟一阳千玺 然后当时他宣传的时候就说 这边浩石七个月 来造了一个这样的那个唐城的景 然后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就觉得他的那个布景啊 服装都很到位 然后就想过来看一看 剧中负责传递信息的望楼 西市的长街 主角们有过打斗的扑面 虽然这些场景看上去比影视剧中 要稍微小一些 但是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让游客们都很兴奋 游客们除了喜欢在影视剧中景点 进行拍照外 还喜欢把剧中场景和实景进行对比 为了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 影视基地还推出了古装微电影拍摄 游客可以身着古装 在商家提供的几个场景和台词中选择一个 拍摄属于自己的古装微电影 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也成为了影视基地一张名片 比较喜欢短视频 所以就自己写了剧本 然后过来尝试拍一下这样子 我们觉得还蛮身临其境的 根据某旅游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各影视基地景点人气大涨 景区门票预定量平均上涨35% 部分热门景区上涨超120% 此外 女性游客呈出游流量担当 占比达67% 请不吝点赞订阅